小姐 都打听好了 人就在上面 去吧 去吧 不知二位还有何纷纷 小姐 小姐 你不能乱闯 小姐 滚开 我倒是谁在外面喧哗 原来 是武安娟府上的呀 对啊 就是我 夫人请恕罪 小人实在拦不住她 您别生气 只是个不知亲重的小女孩 看在你的份上 我便不与她计较 干嘛呢 掌柜 还不赶紧你端菜过来 来 来 这杯我敬你 恭喜吕大人 成功地说服了华阳 得偿所愿 您太客气了 若是没有夫人帮助 吕不韦 只能失忆而归了 应该我敬您才是 我所求之是 你先满银此杯 我再告诉你 你先满银此杯 我再告诉你 好 这杯我敬你 不要脸呢 真是不要脸 不要脸呢 说谁呢 爱慕英俊少年郎 还想拿酒灌醉人家 不知廉耻的某人呗 年少无知 口无遮拦 夫人不必与他争执 未免失了身份 如果有人嫌自己的舌头太长 我贴他截去一半也可以 来 尝着这个挂炉羊肉 用一蘸汁 酥脆可口 可惜呀 今天的鸿焖野鸦 实在是太油了 哪天 你到我府上来 我亲自为你下厨 也尝尝我的手艺 夫人会烹饪 顶中之便 精妙微鲜 口服能言 质不能欲 哪天你来了 尝尝不就知道了 哎呦 我可真是服了呀 吕大人 这送到嘴边上的美人肉 又香又白 你可得多吃两口啊 只不过就是 肥了点 腻了点 老了点 小心消化不良 白灵儿 你太过放肆 谁都知道 这轩侯妇美艳惊人 群下之臣无数啊 从来都只有男人 讨好你的份 你又何尝有过好脸色 这 无缘无故如此殷勤的 岂不是 动了春心 白小姐深言 你要是来寻丝绸 改日再来 今日没空理你 谁说我是来报仇的 我 我 这也把我想得太小心眼儿了 我只不过是来 凑 凑个热闹 你看看这皮肤好的 雪白雪白的 华如凝之 用的摸摸 这 这什么 站住啊 这什么 这 快来帮我 你鞋子 快来帮我 你 抓到了吗 等武汉军回来 我自会讨回这个公道 夫人 夫人 请留步 夫人 慢走 不送 夫人 夫人 都是李不韦给您惹了麻烦 我向您道歉 请您原谅 小小丫头 竟敢出言不逊 她白家着实是放肆 这世人呢 都向往自己没有的东西 夫人成熟美貌 咸阳城无一不小 那就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自然心生妒忌 出言不逊 夫人又何必生气呢 其实呢 我倒不是那种没有度量的人 只是他如此污蔑我 我是怕你听了他的话 对我有所误会 吕不韦自然会替夫人出这口气 能 如果拿了东西 就离开秦国了吧 我当然会回来 那好 我在秦国等你 来 来 来 嗯 知不知道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谁让你刚才欺负我的 我告诉你 这都是你的报应 你干吗呀 你别过来啊 我 我 我告诉你 我爹 你敢打我 我 好痛啊 我爹杀了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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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 我爹都不敢打我 轩可不都是你爹 他舍不得教训 不代表我不敢 再敢让我装进你恶招剧 小心我剁了你的爪子 你去哪儿啊 你给我站住 怎么的 还想挨揍啊 不 不 不是啊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现在就要走啊 是 不是 那 那什么 你别看我现在想 我还会长大的 你想说什么 我其实人家都说 我长得不赖 不比那个萱红妇差的 你仔细瞧瞧 把手放开 我还坚真不屈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 那个 我爹说了 谁要是能治住我 谁就是我丈夫 你娶了我吧 幼稚 不是 绿布韦 你站住 我还 我还没说完呢 我在咸阳城等着你啊 你一定要回来娶我啊 听见没 主人 这黄毛鸭头谁啊 她懂什么 叫见真不屈嘛 别给她 送鸭头 我等你啊 我等你啊